恭喜中国女排 恭喜蔡斌 女排超级球星正是刘洋豪门 该众谢朱婷 在中国女排荣耀的奥运篇章 缓缓和尚之后 一颗璀璨之心 悄然点亮了国际排坛的夜空 王牌主攻守王云露 正式宣布加盟俄超禁旅 踏上了梦寐以求的刘洋征途 这不仅是对他个人梦想的勇敢追逐 更是中国女排精神 跨越国界的璀璨绽放 王云露 这位赛场上的金国英雄 以他那无坚不摧的扣纱与坚韧不拔的意志 赢得了无数球迷的心 尽管巴黎奥运的舞台上 未能见证他的风采 措施良机 似乎让外界对主教练蔡斌的决策多有微词 但王云露却以一抹温柔的笑意和乐观的态度 将这份遗憾化作前行的动力 他在社交媒体上轻舞飞扬 分享着生活的点滴 仿佛在说风雨之后必有彩虹 而今随着奥运尘埃落定 王云露的流洋之旅如同一缕春风 带来了无限生机与希望 这不仅是对他个人职业生涯的一次华丽转身 更是对自我极限的一次勇敢挑战 在一国他乡的赛场上 他将以汗水浇灌梦想 用实力诠释老计福利 志在千里的豪情壮志 我们相信 这段流洋经历将成为他职业生涯中 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助力他在记忆与心态上实现双重飞跃 谈及未来 王云露的回归之路似乎已悄然铺就 蔡兵教练的知遇之恩 假执中国女排对老将传承的深切期盼 都为她的回归预留了无限可能 王云露 这位女排精神的传承者 有望在不久的将来 以更加成熟稳健的姿态 引领新一代女排队员接过接力棒 续写中国女排的辉煌天章 而这一切的契机 似乎都源自于那位先行者的勇气与坚持 中国女排的领军人物朱婷 她的海外征战之路 越南了后来者的道路 让曾经对刘洋充满犹豫与忐忑的球员们 看到了希望与可能 朱婷的成功 如同一股强劲的东风 激励着更多中国女排的年轻才俊 勇敢走出国门 去更广阔的舞台上绽放自己的光芒 因此 当王云露与袁新月等队员 相继踏上刘洋之旅时 我们不仅要为他们的勇气与决心喝彩 更要感谢那些先行者的引领与示范